好,接下来我们去第二节 普通股筹资 对于普通股来说 我相信同学们不会陌生 在前面 接下来普通股价值的评估 接下来普通股资本成本的计算 这些内容都已经做了铺垫 所以这节 接下来普通股筹资 我们的重点在股权债融资 站在筹资的角度来看一下 我们普通股发行 适合哪些条件 我们的股权债融资又怎么样 所以总体来说 咱这节涉及到如下的两个字体 第一个是普通股筹资 它的基础知识 第二个是股权债融资 的一些相关计算 我们首先看一下 普通股筹资的基础知识 一颗心做简单了解就行了 对于这个词典来说 很多手术童们感觉 自己向学经济法 是吧 一系列相关的具体规定 有大而过 我们首先看一下 普通股筹资它的特点 要在理解的基础上 把这个特点 让我们关注一下 这是我们财务管理的基础内容 首先看一下它的优点 它的优点 普通股筹资 除以的是企业的权益资本 是企业的自有资金 所以后期呢 会涉及到股利的支付 但是本金不还 对吧 像这下 他们一定都能够理解 它是一种权益资本 随其的自有资金 所以后期支付股利 但是没有还本时间 所以 没有固定的到期日 一支用到永远 都是自己的钱 没有固定的利息负担 当然 对普通股来说 也没有固定的股利负担 我们这个股利啊 是根据未来的生产经济情况 来决定 发还是不发 发多还是发散 所以 不会给企业形成法定义务 所以财务风险相对比较小 能够增加公司的信誉 为啥 因为有钱就是好人呢 对这企业来说 它的自有资金多了 那么对资金的保障程度就更高 所以我们就认为 这个公司啊 信誉就较好 这是有钱就是好人 下面 筹试的限制相对比较差 我们前面呢 这里的长期银行借款 有一系列的保障条款 限制多 我们的公司债券呢 在发现的时候 也有一系列相关资金使用的限制 而对于普通股来说 它的限制啊 相对就要少很多 自己的钱 自己拿过来用 就行了吗 好了 这是它的优点 那么它的缺点 相比于我们的债务筹试 相比于我们的长期银行借款 相比于我们的公司债券 它的资本成本相对比较高一些 分散公司的控制权 发行普通股 引入了新的股东 这时呢 控制权被分散 原有股东的控制权 就被稀释 如果说 普通股上市 会带来信息披露的成本 那上市的股份有限公司 定期对外披露报表 会涉及了一些 信息的一个泄露 会涉及了商业秘密的 一个泄露 会增加被收购的风险 好了 这是普通股筹资 它的优点和缺点 咱们稍作理解 记住 好 我们看看下面这条题 说下例 关于普通股筹资特点说法当中 不正确的是 想A 财务风险比较大 错 财务风险比较小 想B 筹资限制比较少 这是对的 相比我们在我资金来说 对股权资本来讲 它的一个限制要少很多 讲C 股票上市会增加公司被收购的风险 没问题 讲D 普通股的资本成本较高 这也是正确的 好了 那么 这个风险和收益之间的关系 和成本之间的关系 那到底是什么关系 来 我们简单的来梳理一下 我们前面说 高风险高收益 低风险低收益 这个基本的规则依然没有变化 我们第三章反复谈到 第一章在基本概念当中 已涉及到这个基本的结论 好了 现在我们就站在两个不同的角度 首先站在投资人的角度 站在投资人的角度来分析这个问题 投资人就分债权人和股东 那请问 对这两者来讲 谁承担的风险高 谁承担的风险高 那一定是股东承担的风险要更高 而债权人承担的风险要更低 因为定期复兴 到期还本 人民法院都会保护他的利益 保护债权人的利益 好了 那么既然如此 高风险高收益 低风险低收益 债权人所要求的必要报处率 就会低一些 而股东要求的必要报处率 就会高一些 为啥 因为我承担的风险比你高 所以我当然要求更高的报处率 即使 站在我们投资人的角度 站在投资人的角度 债务资本成本就会低一点 而股权资本成本 自然就会高一些 对吧 没问题 高风险高收益 低风险低收益 站在投资人的角度 现在如果说我们直接 站在筹资人的角度呢 站在筹资人的角度 就有两部分资本 一 债务资本 二 股权资本 那请问 现在站在筹资人的角度 这两个资本 哪个的风险更高 哪个的风险更高 那一定是 债务资本的风险更高 为啥 因为我们筹资人承担的是法定义务 定期负息 倒计环本 如果不这样干 又有咱人民法院建立 所以就此 对于债务资本来讲 由于筹资人承担了更高的风险 他当然有理由要求更高的收益 那么对于股权资本来讲呢 筹资人承担的风险比较低 所以他只能要求更低的收益 你甭管是什么样的资本 来到我们这个企业 最终都要被资产所占用 在一般情况下 他们的 具体的产出 他们所带来的一种经营方面的收益 是一样的 这个营业收入啊 这里都一样 那么 竟然是这样 上面这块要求更高的收益 那只能从成本的角度来讲 那成本那就一定比较低 而下面这部分呢 它的成本相对就比较高 这不就行了吗 所以站在筹资人的角度 债务资本成本更低 而股权资本成本更高 行了 和前面的结论是一样的 这就是高风险高收益 低风险低收益 站在投资人和筹资人 不同的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 这种的结论都是一样的 好 继续我们看看第二个问题 关于普通股的发行方式 涉及到普通股的发行方式 首先我们看一下 公开发行和非公开发行 什么叫做公开发行 顾名来思议 但是我们筹资系 拿个大喇叭 面向资本身上说 大家请注意 快来买股像 这是公开发行 所以张三有钱张三买 李四有钱李四买 王尔玛斯和我 我们都有钱 咱都可以买 所以 对于公开发行来说 他一定是 向资本市场不特定的相对人 来发放股价 不特定 不特定 好了 那么 非公开发行呢 大门一关 里面就有张三李四买 王尔玛斯 就你们三个人 可以买我的股价 对不起 然后张大王和老李 你们在门外 你们就买不了 所以 非公开发行 关着大门来发行 向特定的 对象来发行 好了 那么 明确的这个基本含义 它的优点缺点 千万不要死一英倍 走 理解一下 首先 公开发行 它的 范围广 对象多 由于范围广 由于对象多 所以一足额 筹据之分 众人失财 火焰高嘛 张三李四买 马子 钱虽然不多 那还有老张老王和老李 对吧 好 并且 在公开市场发行 后续 股票的变现性就比较强 流通性就比较强 由于 大喇叭 拿着在资本市场 吆喝 大家快来买股票啊 所以 能够提高 这个企业的知名度 和影响力 这就是它的优点吗 好 那非公开发行 它的优点呢 大门一关 就咱几个人 就咱几个人 好说好商量 所以 灵活性就比较大 就弹性比较大 并且呢 尤其是非公开发行 很多 具体的程序 我们可以省掉 由于涉及到对象 相对比较少 所以我们的发行成本 也就比较低 好了 你们把优点 在理解的技术上搞定 缺点呢 你再来稍微理解 就行了 非公开发行 他们想 差的缺点是什么 就这么有限的几个人 我们把大门一关 就你们来买这个股项 所以范围小 然后呢 股项的变现性比较差 是吧 就涨几个人了 变现性就比较差 那么公开发行呢 既然是公开发行 你想 你也像广大的小老百姓 咱真的都是血汉钱了 我们买股下的 可能是成千上万的人 如果一出事 那一定是大事 既然一定是大事 就会审批严格 既然审批严格 收续就繁杂 并且 我们的发行成本 相对比较高 因为 在我们国家 公开发行的话 都会通过我们的中介机构 证券机构来发行 你让人家给你发行 你不给钱 行吗 那不行了 所以发行成本相对就比较高一些 好了 这 两个有点 两个缺点 一定要对比记忆 要理解记忆 来 看到题 13年的单选题 哎呦 10年之前的题目 说 与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相比 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 有哪些特点 发行条件低 错 公开发行 发行条件那一定很高 你想啊 像资本市场 所有的人来发行 那一出事就是大事 所以它的发行条件肯定很高 要求肯定很严格 发行范围 当然就比较大了 发行成本较高 正去通过中介机构 争选公司来发行 股价变验性 相对就比较差 比较好 比较好 是吧 公开发行吧 变验性相对比较好 所以这到底 正确的答案应该是选择选项C 继续 下面直接发行和间接发行 什么叫做直接发行 直接发行 那就是 我们投资企业 和 这个 投资人 就这两者 把这个事给干了 就是直接发行 间接发行 投资企业 再去找一个人 让第三人 证券公司 帮着他来发行股销 就是间接发行 我们国家 设计的公开发行 都用间接发行的方式 就要通过证券机构来发行 来看下面 首先 直接发行 发行公司 直接向认购者 销售 股销 好 那么 间接发行 又分为 包销和代销 咱先看 直接发行 先把直接发行的 优点 区点 稍微理解下 对于直接发行来说 由于只涉及到 我们筹资企业 和我们的投资者 这两方 所以 作为发行公司 作为筹资企业 它可以直接控制 发行过程 可以节省发行费用 因为我不再请你 征选公司了 请征选公司 这也是一笔不小的成本了 我不请你 对上了发行费用 缺点 缺点就是 筹资实践场 发行公司 承担发行风险 啥意思呢 到时候你这个股票 卖不出去 收不上的钱 这个风险 是由你发行公司 自己来承担 你的股票 就砸在自己的手里了 你卖不出去吗 好了 这是直接发行 下面这个间接发行 实际上就称之为 委托发行 委托证券公司 T 发行公司 来发行这个股票 好了 那么又分为 包销和代销 先别看下面 咱字面意思 包销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事儿包在我身上 全部都给你发行成功 代销 我帮你干干活 仅此而已 所以 现在我们看下面 如果是包销的话 假设这个企业 要发行 一亿股的新股 那么 这一开始 这个企业 它自己定的 这个发行价 假设定的是 五元每股 好 那么现在 找到证券公司 证券公司说 现在有两种方式 第一个呢 是包销 第二个是代销 包销呢 就这样 你把一亿股 先全都卖给我 当然 你不能卖五块钱 你要全都卖给我 我现在一下就把这个资金 全部给你 卖多少呢 假设 卖四块九 四点九元每股 好了 现在 我在这一刻 马上就把四点九个亿 全都打给你 当然 你知道一亿股的股票给我 那么证券公司 拿着一亿股的股票 干嘛呢 就向资本市场 以五元每股来发发 请问 如果说这个证券公司 在资本市场 卖这个股票 最终 有五百万股 实在卖不出去 怎么办 怎么办 证券公司 还内默默的 自己来承担 和咱们 股票的发行公司 没有任何关系了 发行公司 就是需要 筹集资金的那一方 所以即使 如果对包销来讲 就发行公司来说 它的好处 那是不是想而易见呢 好处就是 快速筹集资金 不承担 发行方面的风险 到时候卖不出去 由证券公司 你自己来承担 当然 它的坏数 坏数也很明显呢 你证券公司 赚了我一毛钱的差价 对不对 所以这部分差价 来证券公司得到 对我们的发行 发行股票公司来说 也得不到 这一部分的差价 稍微理解 那么代销呢 证券公司 证券公司又说 来行 我替你干活 好 替这个发行股票的公司来干活 证券公司 那直接一卖 五元每股 那请问 如果说这一亿股的股票 假设还有一千万股 没有卖出去 证券公司怎么办 怎么办 怎么办退回去 退给你发行公司 是吧 我卖不出去 卖不出去 我就退给你 所以 对我们的代销来讲呢 首先 发行股票的这个公司 依然会承担 发行风险 对吧 人家卖不掉 卖不掉 最终结局还是你来承担呢 最终还是你要扛下所有啊 但是呢 那好事就是 你看 中间这个地方 所设计到的 有没有股价之差呀 多出来的这部分 你看前面这个0.1元每股的这部分 这会依然使用我们的 发行公司了 好了 既然是这样 来我们就看一下下面的 包销证券机构 一次性买进发行公司的全部股票 然后再去发行 这样是会公众 按照较高的价格来发行 所以我们站在发行公司的这一方 至于不是证券公司 什么叫做发行公司呢 就是我要发行股票 筹集股权资本的这个企业 这个公司 叫发行公司 所以利用我们发行公司来说 可以及时主要的筹集资本 免于承担发行风险 好 但是呢 损失了部分的溢价收入 那0.1元每股啊 这不就损失掉了吗 所以导致发行成本相对较高 那么代销呢 证券机构代替发行公司 来代售股票 不承担这个股款未筹注的风险 所以对于发行公司来说 发行公司 可以获得部分溢价收入 就那刚才那个差价 0.1元每股 诶我们给发行公司 可以降低我们的发行费用 好 缺点 缺点 发行公司要承担发行风险 到时候呢 这个股票没卖完 我们申请公司 把剩下的股票 再退给你发行公司 好了 这是间接发行 来 看题目 看下面 单选题 国家的销售方式 有自行销售和委托销售 这两种 下来关于自行销售方式的 表述当中 正确的有 自行销售 那不是直接销售吗 直接发行吗 对吧 可以节省发行费用 是的 啥事都自己干 这个成本就低了 相比 公司会损失部分的溢价 错误 公司损失部分的溢价 那应该是 间接发行当中的 包销 才会损失 发行公司 不必承担发行风险 错误 当然要承担发行风险 不承担发行风险的是 间接发行当中的 包销 才不承担发行风险 实际上 不论直接 控制发行过程 这当然错误 对我们的 直接发行来讲 作为我们 发行股票的公司 它完全可以直接控制这个发行过程 所以到底 这句答案选A 行了 好 下面 第三个小问题 具体的发行形式 第一个 有偿真值发行 第二个 无偿真值发行 第三个 搭配真值发行 这是啥意思呢 咱语文学得好啊 首先我们还来分析下它的字面意思 有偿真值发行 所以是发行以后一定是有偿的 一定有相应的资金 来到我们这个企业 我们资金 选一字的 所以它发行这个股票 你想获得这个股票 对不起 你要付出代价 哎 有偿的 那么无偿真值发行呢 但是股票的股数在增加 但是却没有新的股权资本流入这个企业 这无偿 当然 还有前面两种的结合 搭配真值发行 来我们看一下 有偿真值发行 任何者必须按股票的某种发行价格 支付现款 方能获得股票 想获得股票 要付出代价呀 比如说公开蒸发 配股 定项蒸发 都采用的是有偿真值的方式 那么接下来无偿真值发行 任何者不必向公司缴纳现金 就可以获得股票的发行方式 比如说 股票鼓励 比如说资本攻击 准真股本 是吧 这些啊 对于我们 投资者来讲 对我们老股东来说 都不需要支付 额外的资金 就可以增加 持有股票的数量 那么股票鼓励呢 会导致我们流存收益的减少 比如说未分配利润的减少 对吧 而资本攻击 转正股本呢 会导致资本攻击的减少 但是 整个股东群的总额都不变 所以 无偿真值发行 发行的对象 只限于原股东 你手里面有这个股效 所以才能在这个股票就上再增加 不直接从外界募集股本 而是依靠减少公司的资本攻击 资本攻击转正股本 或者流存收益 股票鼓励 来增加我们的资本金 好了 那么第三个呢 是搭配真值发行 发行公司向原股东 发行新股的时候 仅让原股东支付 发行价格的一部分 就可以收到就一定数量的这个股票的发行方式 好了 就是收一部分钱 这是有偿真值发行 然后呢 另外一部分呢 用无偿真值发行的方式 其余部分 有资本攻击或者流存收益来转真 好 这是有偿无偿 以及两者的结合 下面我们看一下第三个大问题 哎呀 这个文质量比较大 对于 普通股的发行条件 那发行条件很多呀 这个呢 我们略带的看一下就行了 并且 我建议同学们 在基础阶段你就别看 啥时候看呢 在最后 你考试还有一个月 或者半个月的时候呢 再拿出来稍微一看就行 实际上同学们 今天考经济法 这内容啊 那经济法当中都有 这不是我们财务管理研究的主要内容 当然 既然体现在我们教材当中啊 我们也略微看一下 好了 普通股发行的条件 如果是公开发行 需要符合如下的这一条件 最近三个快据年度 连续盈利 扣除非经常性属于后的经历认 与扣除前的经历认相比 本则 会计上谨慎性的原则 我们以较低者作为计算一句 较低者 较低者 所以计算一句 第二个 业务和盈利来源相对稳定 不存在严重依赖于 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的情形 好了 这些比较重要的 我还是稍微画一下 三个快据年度 第三个 现有主营业务或者投资方向 能够可持续发展 经营模式和投资计划稳健 主要产品或者服务的市场前景良好 行业经营环境和市场需求 不存在现实或者可以预见的 重大不利变化 这是第三个 第四个 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技术人员稳定 最近12个月内 未发生重大的不利变化 最近12个月 继续 第五个 公司需要的资产核心技术 或者其他重大权益的取得合法 能够持续使用 不存在现实 或者可以预见的重大不利变化 第六个 不存在可能严重影响公司 持续经营的担保 诉讼 重彩 或者其他重大事项 第七个 最近24个月内 最24个月 最近24个月内 公开发行证券的 不存在发行当年营业利润 比上年下降50%以上的情形 营业利润 好了 这是我们的七个条件 继续 上市公司的财务状况要良好 那么财务状况良好 要符合如下的五个标准 这叫做财务状况良好 第一个 会计基础工作规范 严格遵守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的规定 第二个 最近三年 及一期财务报表 未经注册会计师 出具保留意见 否定意见 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被注册会计师出具 带强调四项段的 无保留审计意见报告的 所涉及到的四项 对发行人无重大不利影响 或者在发行前 重大不利影响已经消除 好了 第二条 可以稍微关注一下 第三条 资产质量良好 不良资产不足以对公司的财务状况 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第四个 经营成果真实 现金流量正常 营业收入和成本费用的确认 严格遵守国家有关的 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最近三年 资产减资准备 具体充分合理 不存在操纵经营业界的情形 最近三年 好了 最近三年 接下来 最近三年以现金方式 累计分配的利润 不少于最近三年实现的 年均可供分配利润的30% 对第五条 你们稍微注意下 这个地方的30% 它的计算比例 口径 两个参数不一样 说 是最近三年 以现金方式 累计分配的利润 这是三年累计 做分子 不少于最近三年 实现了年均 可供分配利润 而分母呢 那一定是年均 分子是三年累计 分母是年均 这两者算是个比例 不得低于30% 好了 这是我们公开发行的条件 好 接下来我们看第二块 关于非公开发行 对于非公开发行来说 下面有两部分条件 第一个呢 现在是非公开发行 我们向特定的对象发行 大门一关 张三 李四 王二 马斯 你们过来 看看是否符合我们的条件 这是对特定对象的规定 好 特定对象 特定对象规定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对上市公司的规定 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要符合12344个规定 来分别来看 首先 对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特定对象 它的规定有如下的两个 第一个 特定对象符合股仁大会决议规定的条件 第二个 发行对象不到超过35名 好了 35名记下 那如果说发行对象为境外战略投资者 应当遵守国家的相关规定 好 这是对发行对象的规定 往下走 对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应当符合下跌的规定 第一个 发行价格不得低于定价均仁日前20个交易日 公司股票均价的80% 这条要记 这条要记 是吧 啥时候记 这样重要的就现在记 现在记 记下来 发行价格不得低于定价均仁日前20% 是一个交易日 公司股票均价的80% 注意 这不是收盘价的平均 而是 用它总体的交易金额 再随一个总体的交易的股数 对于这些参数来讲 现在我们从资本市场上很容易得到 它的交易金额多少 它的交易量是多少 对吧 第二个 本市发行的股份 是发行急速至起 六个月内不得转让 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 及其控制的企业 任务的股份 18个月内不得转让 好 这个呢 当然也得稍微记一下 六个月 18个月 下面 目击资因使用符合本办法的相关规定 往下走 本市发行的债券 导致上市公司控制选发生变化的 还能符合中国证件会的其他相关规定 在那儿呢 把这两个打信号的地方 关注一下 好了 这是普通股的发行条件 继续 我们看一下普通股的发行定价 公司债券的发行定价 我们说有三种 第一个是折价 第二个是平价 第三个是溢价 这个股价由低到高 这是公司债券 那么普通股的发行定价 那也有三种 分别是等价 持价 中间价 什么叫做等价呢 以股下的票面金额为发行价格 所以啊 也称之为平价发行 以票面金额作为发行价格 那不就是平价发行吗 公司债券也是这样啊 或者叫做面池发行 根据面池来发行 下面第二个和公司债券不一样了 普通股呢 可以按照实价发行 以本公司股票在流动市场上 买卖的现行市场价格为基准 确定了股票发行价格 好 现行市场价格作为基准 也就是我们的增发 也有一看我们这个公司的股价 在这种市场上 现在一股是500 这时候呢 我增发 将这个500来确定 我的发行价格 当然还有中间价 以实价和等价的中间值 来确定股票的发行价格 也就是我们的面子啊 是五元每股 那么我们这个实价 现在市场的价格呢 假设是五十元每股 你中间中间找一个呗 中间找一个具体的经验来发行 所以具体的词 请同学们告诉我 根据这三种方式 请问 对于普通股来说 有没有折价发行呢 有没有 你看第一个按照面子 第二个按照实价 第三个按照中间价 有没有 有 理论上是可以折价发行的 为什么你比如说你的面子是五元 那很有可能我们现在的市场价才四元呢 虽然 我们这种情况比较特殊 从理论上讲它还是存在的 所以你中间找一个四点八 对吧 这不就是折价发行的吗 但是在我们国家不允许折价发行 所以从理论上来讲 它有可能 但在实际当中不可能 好了 那就是等价 实价 中间价 来看下面 提示一 中间价和实价 可能是溢价或者折价 我国不允许折价 刚才形成了这么一个结论 好 接下来看提示二 这个提示很重要 蓝药剂 股票发行 采取溢价发行的 其发行的价格由发行人 与成销的正价公司协商确定 好 看下面 下面就要关注了 公开蒸发股票的发行价格 应不低于公告招股 意想书前20个交易日 公司股票的均价 或者前一个交易日的均价 这是公开发行 公开发行 不低于不低于不低于 下面 非公开发行 刚才我们说过 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 不低于定价均日前20个交易日 公司股价的80% 所以公开发行的是不低于 非公开发行的是不低于80% 这要记住啊 一定要记住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第五个方面 发行程序 那么对发行程序来讲 他们想想 一个企业要发行新股 它会经历哪些不同的阶段 哪阶段总结起来不就三个三大阶段吗 一内部形成决议 然后通过 二对外予以报批 向相关部门报批啊 第三 报批完成后 哎 必须发行 好了 我们看一下 具体的程序 第一个 董事会应当就发行方案资金使用 前次目击资金使用的报告 能做出决议 并提醒股东大会批准 但是 董事会就拟定方案 那么对企业来说 重大问题的最终角色权 在股东大会手里 所以股东大会就做出决定 董事会提方案 股东大会做决定 第三条 做一个补充 说 股东大会就发行证券事项 做出决议 必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 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必须经过出席股东会议 得股东持有表决权的三分之二 三分之二 所以这两个前提 一个是出席会议的 然后在这 好了 这前面的一二三步 那不就是内部决议 已经通过 下面进入第二个大的程序 对外报批 好 往下走 上轮公司申请公开发行证券 或者非公开发行新股 应当有保监人保健 并向中国证监会申报 好了 对外也报批 中国证监会依据程序 整合发行债券的申请 好 四五继续 好 六 开始进入我们实际的发行了 你看 四和五呢 那就是报批 成功 予以报告 获得批准 下面正式发行 第六步 至中国证监会核准发行自治起 上车公司应当在12个月内发行证券 超过12个月未发行的核准文件就失效了 由它重新来 重新经中国证监会核准以后才能发行 好了 这不就是我们最后一步吗 最后呢 这一个补充 这个补充 上车公司发行证券前发生重大事项 应暂缓发行 并及时报告中国证监会 该事项对本次发行的条件 构成重大影响的 发行证券的申请 应重新经过中国证监会的一个核准 行了 这是发行程序 简单一看 往下走 第六个问题 普通股首次公开发行 这几个发行条件 稍微关注了 普通股的首次公开发行 不就是我们的IPO吗 首次公开发行IPO 好 五个条件 这要注意 这要注意 第一个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净利润均为证数 且累计超过人民币 3000万 净利润已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 较低着 作为 我们来计算一句 较低着 一定是较低着 好 第二个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金额 累计超过人民币是5000万 或者最近三个会计年度 营业数累计超过人民币三个亿 对于第二条件来说 前面这5000万 针对的是 经营活动所产生的现金流量金额 累计三年累计 后面这三个亿 是三个会计年度的营业收入累计 注意 这两者符合其一就行 这是第二条件 第三个 发行前股本的总额 不得少于人民币3000万 好 接着往下走 第四个 最近一期期末的无性资产 当然这个无性资产 扣掉土地使用权 水面养殖权和采光权之后 最近一期期末的无性资产 在净资产的比例 不高于20% 好 不高于20% 第五个 最近一期期末不存在 未弥补的亏损 好了 这是首次公开发行股效 五个条件 当然 对这五个条件来说 并不需要同门 此计应被12345 但是 涉及到这些关键的参数 作为我们的标准 你需要能够予以判定 好了 下面 发行人不得有下力 影响持续盈利能力的情形 第一个 发行人的经营模式 产品或者服务的品种结构 已经或者将要发生重大变化 并对发行人的持续盈利能力 构成不利影响 不能有 第二个 发行人的行业地位 或者发行人所属行业的经营环境 已经或者将发生重大变化 并对发行人的持续盈利能力 构成重大不利影响 而不能有 第三个 发行人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营业收入 或者净利润 对关联方 或者存在重大不确定性的客户 存在重大依赖 第四个 发行人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净利润 主要来是合并财报表 范围以外的投资收益 第五个 发行人 再用的商标 专利 专有技术 以及特许进行权等重要的资产 或者技术的取得 或者使用 存在重大的不利变化的风险 第六个 其他 好了 这是不得有 123456 这六种情形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发行定价 对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它的发行定价 有三种确定方式 第一个 向往下投资者寻价的方式 向往下寻价 第二个 直接定价 发行人 与主乘销商协商以后 直接定价 还有第三个 有啊 其他合法可行的方式 这是第三个 好 下面要注意 公开发行股票的数量 在2000万股以下 当然含2000万股 并且 无 老股转让计划的 在这种情况下 只能选择 一种定价方式 哪一个 第二个 只能选择 这种直接定价的方式 来确定发行价格 好了 这是我们这一块 涉及到第一个支点 普通国筹资 它的一些基础知识 基础知识啊 有很多很多具体的规定 是吧 挑重点看一看 那行啦 有很多个支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